洛特是一名足球手门员,继数烂家里穷常的丑,一直到三十多岁,一场球被踢成5比0,被球队解雇导致失业失落,同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 人数脾气泰来,真因在他身上了,突然的来消息,他是三多年的二叔有巨额财产留下,他是唯一的继承人,但必须通过考验,一天花掉三百万否则将一无所有,而且条件坑坑名下不能有任何财产,且不能犯法不能捐赠给其他人。 一天花掉三百万听起,或许是很爽但是做起来真的有可能吗?而且什么都不能遗留下来。 洛特听到这消息简直乐疯了,激动的说不出话,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吃一顿好的。 他生活在一个小城市,一顿下来吃饱了,各种名贵的东西吃完了结账也才用了几千块。 他心想自己从小没什么见识,怎么可能把这三百万花完而且一分钱资产都没呢? 一天的时间出去大城市路程也就差不多一天了。 炒股,也不可能一天亏完,洛特越想越头痛,他就不管了做自己以为很花钱的事,去商场狂买东西,去买车,买房。 三百万刚刚好一天给用完了,洛特晚上住在酒店里幻想着以后的日子,三百万用完了,有点心寒。 但是对面继承的财产就根本不算钱,心患的睡不着,一直等到第二天律师过来办手续,被告知他还有二百八十万。 他瞬间崩溃,快计算了算他的资产折旧,卖出总共价值二百八十万。 可,士洛特这土包完全不懂,他一直重复一句,这三百万明明全被我花了呀,我口袋一分钱都没有,可是对方面对这样的土包根本来的解释。 把他昨天买下的不动产,全身回去就离开了,洛特瞬间从天堂落下地狱,昨天还在扩手花掉三百万,今天就要做回一个穷光蛋了,也因此患上了抑郁症。 每天自言自语,怪自己没有连花钱都不会花,如果你是故事的主人公,你会如何花掉这三百万,而且一分钱产业都不留下呢?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进行讨论。